來到高雄祁山老街 兩側古厝建築映入眼簾 祁山也是種植香蕉集散地 香蕉冰 香蕉蛋捲 香蕉蛋糕 都是遊訪祁山老街必買辦手禮 美食新一旅客造訪 讓祁山老街被評為 今年一到九月最受歡迎的老街 打敗知名度較高北部淡水老街 第幾次來祁山老街嗎 第五次 第六次了 因為我覺得在旁邊 那家雞仔冰城很好吃 我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 因為我爸媽是西州人 西州離祁山很近 根據觀光署公布 觀光遊戲據點人數統計 今年一到九月最受歡迎的老街 第一名是高雄祁山老街 累積造訪六百一十三萬人次 第二名是桃園大溪老街 有五百一十八萬人次 第三名則是新北淡水老街 有三百三十四萬人次 香蕉美食獨特性加上老街建築 天后宮 武德殿 古蹟等景點 都在老街附近 連接國食交通相當便利 真的蠻意外的啊 假日還蠻多人的啦 人潮回來了 因為旗山有很多美食啊 裡面有很多香蕉製品啊 不過旗山老街當地還有許多老字號知名小吃 那個人潮都陸陸續續在恢復這樣 我們這邊就是很豐富很多元 美食 美食 古蹟 還有小朋友要玩的樂園都有 旗山老街 美食一螺框 遇到假日冷潮更是爆滿 旗山老街 龍登觀光客 最愛老街第一名 恥至名歸 三地星 我們來的哭 全部看來的